小兵说体坛 让运动感动我们的生活 韩记的礼于奥运会上 那个睡眼轻松一脸诞人的家伙吗 刘国良教练急得告诉他 这是奥运会 不能再犯困了 说吧 回到赛场上便像换了个人 眼神稀利起来 打法逐渐暴力 轻松拿下比赛 举手投足之间 充满着血液的霸气 没看过张继科打球 你根本不会知道 嚣张的张怎么写 与极致细腻的技术相比 充满暴力美学的打法 更受观众喜爱 拼谈被冠以脏凹凶名的张继科 是绝顶的高手 在最短的时间内 豪取大满贯 球桌前爱河对手 前压对轰 赛后潇洒地转身离去 与思一怒吼 这个男人 就是那么地有血性 与激情私舍 相比较 与他同时期的马龙 他充满野性 赛场上一声不吭的 撕咬对手 怒吼时的声音 就像脏骚一般 无论对手是谁 都不怕 都敢斗上一斗 445天的比赛中 创造了用时最短的 大门关记录 从2011年 露特丹视频赛到2014年 杜塞尔多夫视频赛 连续五次取得世界男单冠军 并且还在奥运会上 夺取三金一鸣 这个时期的张继科 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 这一切都归功于 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每日跑在训练馆里 正手反手不断练习 每日重复枯燥无味的体能训练 这一切都是为以后成就做准备 从小跟在父亲屁股后面 训练的张继科 从不怕吃苦 生怕吊队落后 父亲在前面骑自行车 他便跟在后面跑 就这样度过了 本该快乐无忧的童年 他见了大海就想吐 这是因为父亲 从小带他到海里训练 他从不吃虾 是因为父亲从小让他吃很多虾 因为老张的狠话 给张继科留下了很多的阴影 如果你觉得我的作品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